我是大医生 我是大医生 欢迎收看本期 我是大医生 现在欢迎一下 今天做过 我是大医生的医生 梦珠队的新成员 我们欢迎解放军 309医院营养科的 左小霞主任 掌声欢迎 大家好 左小霞 解放军第309医院 营养科主任 北京市健康科普专家 2015健康中国 十大风向引物 左老师有一个绝技 就是看身材 可以给你的健康打分 那左老师看一下 现在台上谁更健康 谁更健康 看身材 对 看身材 看我的地照碑 确定吗 我愿意看个眼科 我愿意看个眼科 那黎医生 黎医生是我们公认的美男 颜值 我看黎医生 突然深吸了一口气 把这儿缩回去 对 把这儿挺好的 对 就是通过身材 来看我们的健康得分 是多少分吗 好 这三个人嘛 最不健康的应该是 一会儿一会儿再说 来 我们问个这个小伙子 现在让你打分的话 李医生 我还有王医生 谁的健康得分是最高的 实事求是 别有压力啊 嗯 别有压力啊 想好再说啊 实事求是啊 实事求是啊 月月是最健康的 在我心目中呢 也是最好的 都是我们女神一样的人 是不是你们看见她 她的节目很大的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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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完 月月是我见过的主持人里边 最漂亮的 没有第一哦 真的啊 特别感谢你如此实事求是的回答 我送给你 西班牙黄氏用油 贝蒂斯特级出炸 赶了有一份 谢谢你 谢谢 来 这是关注的答案 在我心目中 我觉得将来 她可能身体不一定健康 而且患上心脑血管疾病 可能性比较大的 到底是谁呢 是谁呢 谁啊 又不是我 是谁呢 谁呢 不用找 其实就是这个人 就是刚才你心目中的女神 这要说出来的话 要有道理 要有证据 泽老师 你看友谊的小船 说翻就好 对 我们有个大屏幕 会扫描你们三个人的身体的情况 我们一起你们三个去测一下 好不好 好 扫描一下就知道我缺什么了 从这三个人的扫描情况来一看呢 我们月月确实她是最瘦的 她身体的脂肪的话 确实是最少的 李医生 李医生的 她的脂肪呢 确实比月月要高一些 月月的脂肪比较少 也说明月月会缺少一种 比较重要的营养物质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再看一下 来看 我的那个小黄的球球是最少的 然后中间是王凯医生 然后那边是李医生 黄色的小球 这个小球球就是我们说的 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 就是我们人体必须要有的 必须脂肪酸 我们过去呢 说了很多必须胺基酸 那是我们身体自身无法合成 一种外界社区的胺基酸 对 确实是 左主任又跟我们提到一个概念 叫必须脂肪酸 这个也是必须从外界社区的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必须脂肪酸 合成我们的前列腺素 血清素等等 能够平稳我们的一些血压 血盘等等 它如果缺少的话 将来我们可能会 不把这样硬化 可能会有些高血压 高致血症 糖尿病等等 所以说必须脂肪酸少的话 可能很多的心脑血管疾病 和对分析的疾病 就会早上回来 因为我的脂肪比较少 所以退断而来的话 我的必须脂肪酸也会少一些 所以如果持续这么少下去 等我到李医生这个年纪 我可能就知道 其实以前我们一句俗语 叫千金难买老来寿 那这个观点呢 现在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 医学的发展 发现它过时了 现在有一个好的话 叫什么呢 千金难买老来胖 这个胖呢 是打引号的胖 不是说你真正的肥胖 真的肥胖 而是指微胖 到一定岁数以后 尤其是五岁以后的话 体重呢 要大于标准体重的 导致10到15才长寿 胖啊不是说 真的要它肥胖 而是微胖 就是正常体重 甚至偏重的人 还没有达到肥胖的 是最好的这种长寿 就是说人不能 一点脂肪都没有 对 还是要有 因为脂肪里面 有非常重要的 必须脂肪酸 刚才说了 可以有一二三四 那么多的作用 那我怎么能够看出来 我就是看那个图 就能够证明我真的少 其实刚才我们说扫描呢 不是说自己在家都能扫描 对啊 我今天呢 也有个专业的工具 我也给大家带来了 是抽血吗 不是 不用害怕 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小小的这个尺子 叫皮质卡 你叫皮质前 它可以测量什么呢 就是我们皮下 内脏和区域的脂肪 它有一个数值 我先给月月测一下 测完以后再告诉大家 那得有对比 对不对 有对比啊 先测月月 然后我们再找一个 跟月月稍微有对比的 我只测它的工三头肌 那测量的方法是怎样的呢 我要站在月月的右侧 月月 工三头肌是哪儿啊 在它的尖锋和它的尺骨阴嘴连线中间 我要测的话 用我的左手的拇指和食指夹着它 然后把这个卡尺呢 夹在一起 我再看你 你挡镜头了 你想看 等一下等一下 我活动活动 要是活动完了之后 能够更丰满一点 你得打一下 腫了一腫了一腫了 打走了再测了 月月这个工三头肌呢 它这个皮脂厚度是十毫米 然后为了对比 我们再请我们刚才那个女士上来 我们再测一下 我们一般测的话 都是测右臂 测身 然后呢 这个尖锋和尺骨阴嘴中间 我们呢 这个一摸的手感就不一样 真的是 然后不用怕 不用怕 就是用这个尺子量一下 如果是 两个半月月 22左右是吧 好 送给您西班牙 黄石用油 贝蒂斯特级出炸 橄榄油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谢谢您 谢谢 我们这个呢 它是有一定的评件的标准 如果男性小于10毫米 女性小于20毫米 都属于偏瘦 男性大于40毫米 女性大于50毫米 这就属于肥胖了 其实刚才那位大姐 你那是属于什么 很正常的 月月呢 这个是属于偏瘦的 很多的健康的生活方式 现在是讲的三少 少油 少盐 少糖 但是这个少不像 月月那个少的几乎没有了 少是一定要有的 而且每天的油呢 一定是25到30克 就是说 现在我们因为很多人 就追求这种少油 少盐的饮食 所以其实难免在生活当中 很多东西就节制得太过了 是 我有的病人就会来看 就说 你看 我今天都没有吃炒菜 我全都是吃了拌菜 我没有什么油 对 我怎么去一查体 我血脂还高呢 我血管还硬化呢 就是因为我们这里边 缺少了我们必须的营养素 我们今天要讲的脂肪酸 它会导致身体的代谢失衡 所以会导致很多的心脏血管疾病 所以呢 开门吃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 那这个油一定是在其中的 我们每天可能都会遇到 其实怎么挑这个油 是很关键 也就是说 油里面就有大家需要的 必须脂肪酸 但关键是选择一种好的油 要适合自己的油 那我们就选选看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我们摆了很多的油 老年人用油 秋季用油 高血压用油 高血质用油 还有厨房 必备 大家买油可不按这个分 我们就看哪个买大桶送小桶 先找那块大了 旁边绑一个小桶 真的 因为很多阿姨去看 说这个在搞活动呢 我给我儿子也来一桶 然后就买那种很大的家庭装的 其实以前我们说过 这样做不好啊 一定要买小桶的 先买先吃 但是关键是买什么油 因为作为 有一个心血管的医生呢 我特别关注 高血压的人 适合用什么油 什么油呢 好 我去把它揭晓 高血压用什么油呢 大豆油 大豆油 大豆油好普通啊 其实要说到这个大豆油跟血压的关系呢 就要提到我们大豆油里的必需脂肪酸 这个必需脂肪酸呢 我们说就只有两种 就是什么呢 就是亚油酸和阿尔法亚麻酸 它们有什么作用 在我们体内可以稳定我们的血压 防止一些血栓的形成 所以对血管的保护呢 是非常好 但是呢 它有一个前提 正确挑选和使用 最适合自己的食用油 不仅不会伤害身体 反而能帮助我们健康长寿 首先揭晓的是 最适合高血压人群的大豆油 大豆油富含亚油酸和阿尔法亚麻酸 这两种必需脂肪酸 可以辅助控制血压 但是这两种脂肪酸 只有在某种条件下 才会发挥调节血压的功效 它究竟是什么 我们如何发挥 使用油辅助调节血压的功效呢 我们首先请出 我们的黄凯医生 请转过身来 他扮演的是 其中的一种脂肪酸 叫阿尔法亚麻酸 这也能扮演 好 他身上有这个气球 他要想把这阿尔法亚麻酸 保护好 一会儿会请上我们四个亚油酸 我们跟他看是怎样的一个抗衡 这个太像跑男了 阿尔法亚麻酸 对四个亚油酸 对 现在是乙一对四 王凯你得想办法 保护住你的气球 不要把它弄破 我觉得这应该是 王一生今天最开心的时候了 而且我就是反正 猪八戒进了盘丝洞 怎么样 周老师 我还行吗 还不错 但是现在你是乙一敌四 是吧 对 我们如果再上来几个人会怎么样呢 来 我们再上来四个 看看王凯扮演这个阿尔法亚麻酸 上来能不能扛的这种亚油酸的根基 好 人家是双手蓝笛四拳 我这十六只手 你看你怎么办了 我好像没办法 哎呀 我完了 王凯你看 刚四个亚油酸上来的时候呢 王凯是一个阿尔法亚麻酸 还觉得还不错是吧 能让他们保持一个平衡 环境还比较和谐 当上来八个亚油酸的时候 王凯就觉得被挤的都动不了 是 王凯整个人都扁了 对 就是这个阿尔法亚麻酸 和亚油酸的比例关系 如果是四个亚油酸 一个阿尔法亚麻酸的时候呢 我们体内的这个环境 是比较和谐的关系 也就是能够平稳我们的血压 身体条件是非常好的 但是如果说亚油酸过多了 过氧化 能攻击我们的身体 所以这个血压它就会升高 所以会对我们的血管呢 是一个破坏 亚油酸过多 会导致我们直指过氧化 所以亚油酸并不说越多越好 谢谢 谢谢这位已经扁了的阿尔法亚麻酸 所以左老师的意思就是说 在绝大多数的这个食用油当中 亚油酸的含量是比较高的 就是老吃那些亚油酸含量比较高的 这种食用油的话 可能就会造成阿尔法亚麻酸不够了 对 就不能够抵御高血压这种疾病了 确实是我们常食用的油 大多数都是亚油酸含量是比较高的 大豆里边呢 它有阿尔法亚麻酸也有亚酸 但它的阿尔法亚麻酸量比较多 那如果经常食用的话 会维持我们这个血压 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阶段 所以说血压高的朋友的话 你选择油的时候呢 不妨都选择大豆油 也不贵 这个时候对平稳我们的血压 是非常有帮助的 还真没想到 这么平常的油这么棒 所以就提示大家在生活当中 要多吃一些富含阿尔法亚麻酸的油 比如说大豆油 来预防高血压的出现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跟大家讨论的是 高血脂用油 很奇怪啊 什么样的油 可以对于高血脂的人来说 是有好处的 肯定是这个油里面 有一些特殊的成分 推荐这款油 虽然它也叫油 但它里面有一样东西 可以对抗我们的血脂膏 一般我们的血脂膏 甘油三个膏 胆固醇膏 这个非常好的东西呢 就在我们这款油里面 对抗我们这个胆固醇 这怎么对抗 这个东西比较多的话 它可以对抗胆固醇 就让胆固醇很少地 辅佐在血管壁上 能够保护我们的血管 弹性比较好 能够降低我们的胆固醇 也就是降低我们的血脂了 所以这款油是非常重要的 我看李医生后面已经贴了 你们两个是要撕名牌吗 来两位请转身 我们看一下 看着要撕名牌游戏了 来两位请坐上那个300路 最适合高血脂人群的油 是什么呢 首先李医生扮演这种油中 对抗胆固醇的法宝 王医生扮演胆固醇 他们共同走进了一辆 模拟我们血管的公交车 经过激烈的抢坐之后 我们发现 李医生扮演的 抗胆固醇法宝 占掉了许多座位 而让胆固醇无处可坐 这就模拟了 这样神秘物质 在血管中 能够起到 避免胆固醇附着的功效 那么李医生扮演的 神秘物质究竟是什么 哪种油中富含这种 对抗胆固醇的法宝呢 辛苦王凯医生 现在呢 请你帮我们揭晓一下 高血脂用油是哪一种呢 玉米油 玉米油 谢谢 谢谢王凯医生 高血脂 适用的油是玉米油 那么李医生背后 我们看 刚才这个玉米油法宝 一直在挤走胆固醇 它是玉米油里的 什么东西呢 植物 栽醇 这东西的作用就是 防止胆固醇被吸收吗 如果说植物栽醇过多 能够把过多的胆固醇呢 赶走 就是因为胆固醇呢 它在身体里如果过多 它特别容易 就吸附在我们的血管壁上 让我们的血管呢 硬化 是吧 一些酸塞的东西掉下来 然后会引起血管的破裂等等 植物栽醇 也叫植物库醇 它是可以对抗胆固醇的 所以呢 它是对我们高血脂人 平时非常好的一款油 往下接着看哈 还有很多没有揭晓的呢 还有老年人用油 还有秋季用油 还有厨房必备用油 那这个老年人用油 这个我们这个油 针对的是哪方面呢 不管说老年人 像我现在吧 中老年 我都觉得自己的记忆力呢 真不如以前呢 有时候见到这个人 哎呀这个美女 我在哪见过 因为是谁来着 以前见过来着 一下想不起来了 等人家走了以后 我才想起来 说明我 那俩大姐我们告诉你 这是约约的 那俩大姐我告诉你 这是左主任 没有没有 针对记忆力这方面 要起作用的油 对 因为我们人到一定年龄 以后真的是记忆力会下降 有一个认识 一个真实的案例 有一个老人 他以前记忆力非常好 是一位教授 然后呢寄东西什么的非常快 但他到一定年龄以后呢 出门经常忘了关门 煤气经常忘了关 而且我们叫老年性痴呆 也叫二次喊 没有这种存活气 也就是十年左右 而且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 大家都不想变成那个样 没错 所以我们说我们这款油呢 主要是针对我们老年人建脑的 而且这个油里面富含的这种元素呢 对于小朋友的智力发也有帮助 没错 我最近也在学习这方面的书 这个元素啊 它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叫生命的火花 如果要延续生命 必须要依靠它 我们站在这儿 你看我跟月月 我们俩是女性 然后李医生和王医生是男性 我一直第二性增 也需要它 我们提高免疫力需要它 然后我们没有食欲的时候需要它 它可以提高我们的记忆力 可以激活我们脑细胞 所以让我们大脑呢比较活跃 作为比较敏捷 这个元素的话 就在我们一种油里边 这个元素是什么 这个元素 微量元素 新元素 新元素 所以什么油里面有新元素 富含新元素呢 来看一下 老年人用油 这不都是花生油吗 是说花生油里面是富含新的 对 花生油的话 我们说很多人炒菜觉得它特别香 很多人在家里高温的时候也会用到它 这个新元素现在对发现激活我们的大脑的细胞 体肛基因力 对一些肿瘤的预防发生 都是有帮助的 对一些强健的心脑细胀疾病 它都是不可少这种微量元素 是 而且新元素跟质力也是相关的 觉得自己脑子不够用的 同学们 平时在吃饭的时候就说 妈妈来吧 用这个花生油给我炒盘菜吧 适度地来补充一下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的是 适合秋天使用的油 王海医生请问秋天有什么特点 嘴巴特别容易地干 皮肤呢也容易发生这种清烈的那种现象 尽量容易出现一些咽喉疼痛痛啊 咳嗽咳痰痰啊 食欲不振啊 没关系的 李叔叔 那尽管人呢就可以帮助像您这样的老人家 在这个秋天里滋润起来 到底什么油呢 还是要请王海医生来扮演一位大侠 大家看到呢 我今天扮演了一位大侠 我们都知道有什么蝙蝠侠 什么闪电侠 今天我要扮演的这个角色呢 是 胡萝卜大侠 这是一个正常的呼吸道 当我们的呼吸道发生损伤以后呢 在呼吸道的黏膜会有一些破损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大屏上显示了红色的这个区域 这个胡萝卜里面呢 有一种神秘的物质 当我们的呼吸道黏膜发生损伤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功效 我们看到 它会促进一些黏液的分泌 去保护这个呼吸道黏膜 呼吸道黏膜的细胞的更新的速度 大概是一周左右 通过这个黏液的分泌呢 它能够保护我们的呼吸道 促进我们呼吸道黏膜的一个修复 起到一个保护呼吸道的作用 哎呀 王海这个造型 让我想起一个我儿时的一个特别崇拜的英雄 谁 侠女十三美 是谁啊 没有听说过 没有听说过 李叔叔怎么了 披风上一个胡萝卜 那就是说 到了秋天 胡萝卜可以发挥一定的功效 那就是那个油里面有很多胡萝卜素 确实是 然后这个胡萝卜素呢 不光是对我们呼吸道的黏膜 它对很多的黏膜都有保护的作用 但是这个油跟胡萝卜 真的没有任何关系 我告诉你这是什么东西啊 所以什么油里面有这个呢 让你想不到的吧 葵花籽油 没错 秋季用油是葵花籽油 这个老师稍微给我们解释一下吧 胡萝卜素啊 它确实可以保护我们的黏膜 包括我们的口腔黏膜 呼吸道黏膜 还包括我们的胃黏膜 它相当于在我们这个黏膜 有一个保护层 减少一些细菌啊 病毒的侵害 所以在这个干燥的季节的话 我们多使用点 A含胡萝卜素丰富的 这种油的话是有好处的 葵花籽油 现在呢就剩下 厨房必备用油这一种了 为什么说这种油是厨房必备的 它确实应该成为 你家厨房必备的一款油 因为这款油里边 有一种特殊的脂肪酸 那是我们前面所有这种油 和很多平常见的油里边 所缺少的 它对我们身体的保护非常有用 对我们心血管的保护 尤其是非常大的作用 是的 那么这个不可代替的脂肪酸 到底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辛苦离生 去我们的身体里带我们去看一下 好的 我现在呢是位于血管里面 站在一个飞速前进的红细胞上 那我的左手和右手呢 分别有一些不同颜色的小球 大家看我右手的这些浅绿色的小球呢 代表的是高密度质蛋白胆固醇 它的水平增高 对我们的健康是非常好的 大家看我左手的这些黄色的小球 它们代表的是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 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增多的时候 对我们人体就不好了 因为呢 它们会发生一种叫氧化修饰的作用 从而引起动脉状硬化的发生 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一条血管的旁边 大家看这种被氧化修饰过的 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 也就是这些小球 已经开始沉积在血管壁上 这就是动脉浇样硬化的雏形 如果任其发展 就会形成斑块 甚至会堵塞血管 那么让我们近距离去观察一下 血管壁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好 我现在呢 是站到了一个放大了的血管壁的前面 我的身后这些呢 都是内皮细胞 大家看在有些情况下 这些内皮细胞会受到损伤 内皮细胞一旦损伤 这些氧化修饰的低密度质蛋白 就会附着在被损伤了的血管壁上 这时候呢 我们看到血液里面流动的一些蓝色的小球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对人体非常好的脂肪酸 这些脂肪酸呢 可以抑制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发生氧化修饰 从而防止了动脉中氧化的不断的进展 因此我们说呢 这些脂肪酸对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辛苦了 医生 所以说在身体里也发现了 这种特殊的脂肪酸 的确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预防心脑血管事件 没错 所以我们说这种食物油呢 确实是跟我们这种心脑血管的保护 息息相关 那么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这个大学呢 他们就做了一个研究 就发现我们成人服用这样的食用油 如果坚持服用的话 可以降低你的血胆固醇水平呢 能够降低13% 而且这种疗效呢 能够在坚持一周以上 就能够看得出来 其实这种油的话 在有些地方的餐桌上 是一种相当于一种调味品似的 没错 前几天我还发了一个微博 因为是在那个那儿 开欧洲的心脏病年会 在意大利 好洋气呢 然后当时去吃饭的时候 去点餐 我就发现它每一个餐桌上 唯一的一样东西 调味品 就是一桶橄榄油 来 厨房必备用油是什么呢 就是橄榄油 刚才我们李医生也说了 这就是橄榄油 橄榄油里边含单不饱和脂肪酸 那这个单不饱和脂肪酸 有什么作用呢 第一 它可以降低 我们血液里的胆固醇和甘油酸脂 它可以升高 高密度子蛋白胆固醇 是一种好的胆固醇 可以降低低密度子蛋白胆固醇 而且可以抗血小板的凝积 所以说我们最害怕的是 老年人血液比较粘稠 如果血小板在一聚集的话 我们血液就容易凝固 是吧 容易出现一些血酸 这种心脑血管的疾病 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多的 橄榄油的话 它是世界公认的比较好的油 是一种健康的油 所以我们心理的健康维护 是必不可少的 对 您说这特别重要 对于高密度子蛋白而言 这是一个好胆固醇 它越高越好 但是很多病人就来 说那个医生 我现在这个高密度子蛋白 当时特别低 您给我开点药 但是我现在告诉大家 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药 能够升高高密度子蛋白 而能够给病人带来 心脏的保护 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这个橄榄油所含有的 这种单不饱和脂肪酸 对我们升高高密度子蛋白来说 无疑是一个天然的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对 其实橄榄油里边 它还有一些必须脂肪酸 也就是说 阿尔法亚麻酸和亚油酸 这个女士生有体会的 它在里边的 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和亚油酸的比例呢 刚好是四个亚油酸 一个阿尔法亚麻酸 所以它的比例呢 是非常适合的 对稳定我们的血压 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那既然这油都揭示给大家了 一一对一下 老年人用油是花生油 秋季用油是葵花籽油 高血压用油是大豆油 高血脂用油是玉米油 厨房必备用油是橄榄油 油选对了 下一步是什么呢 到底应该怎么来利用好这个油 咱不妨来比赛吧 比赛一下吧 比赛吧 比赛吧 我这样我当裁判 可以可以可以 你们三个 第一个呢 就各选一种油 行 然后呢 还得给我们再做的 我们也做一道菜 做一道菜 行 好吧 冠金奖品是什么 冠金奖品一桶油 先挑油吧 经过大医生的评判和讲解 我们知道了 最适合高血压的油是大豆油 最适合高血脂的油是玉米油 最适合老年人的油是花生油 最适合秋天的油是葵花籽油 厨房必备的超级健康油是橄榄油 您记住了吗 除了正确挑选油之外 正确的使用油也有许多的讲究和误区 接下来大医生厨神争霸赛大幕拉开 月月挑选了橄榄油 李医生挑选了大豆油 王医生挑选了葵花籽油 他们做菜时的用油方法跟您一样吗 这里面存在的哪些健康秘籍和健康误区呢 大医生厨神争霸赛现在开始 你这是打那灰太阳的主要王 好 刚才我抢的是橄榄油嘛 所以我就直接采用最纯天然的方式了 刚才左老师说了十分钟了 十分钟之间必须结束啊 三二一计时开始 我选的是这个葵花籽油 葵花籽油呢 因为本身里面富含这个胡萝卜素 对眼睛非常的好 所以呢 作为眼科医生 我肯定是作为首选的 李医生是要做土豆丝是吗 没错 我用大豆油呢 做一个醋溜土豆丝 十分钟之内 你们就慢慢做吧 理论上讲呢 这个土豆丝呢 不一切地太细 是的 不利于它的这个营养的吸收 但是没办法 作为一个厨神的我呢 这个刀一到我的手里头呢 它就肆意地吃虫 我这个鸡排呢 已经事先淹好了 我觉得等你们都做好了 我再做也来得及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王凯在下面看了半天了 先看这个吧 这个吧 这个是记得王凯做的 对 刚才我在下面的一个气 因为他说就做三块 然后就扭三块 我这个挺会的 其实这个王凯还真不适合这个鸡吃 王凯自己觉得他做的是爱心大鸡排 选择是我们比较常用的 鸡蛋比较好的鸡肉 然后呢 同时你选择的是什么油呢 土啊 土油 因为你是眼科医生嘛 对 护眼 他护眼 但是我们刚才看了 王凯是最先开始烹饪的 是吧 时间是比较长的 油温又高 油温又高 一般来讲的话 如果说你这个油炸的时间过长 然后温度还比较高的话 第一个呢 因为我们长时间的高温 会损失什么呢 你的必须脂肪酸 你里边的一些不饱和脂肪酸呢 因为热氧化成为一些氧化物 它能够阻止一些营养物的吸收 再一个呢 如果是200度以上 超过两分钟 容易产生一些杂缓氨 别时间太长 对 所以虽然油不错 你的搭配也挺好 但是呢 由于烹饪方式的错误 没错 所以你这个好油大打折扣了 这就叫没有可比性 所以我先尝尝我这个 你这个呀 你说你为什么要土豆用大豆油 我明白了 因为你是心血管内科的医生 你听说大豆油 大豆油里边有比较成比例的 阿尔法亚麻酸和亚油酸 1比4 然后对水压控制挺好 土豆里边还有抗性变粉 但是呢 李医生你要知道 你选的这个大豆油 它对水压比较好 里边主要是阿尔法亚麻酸 但是阿尔法亚麻酸 它非常怎么样 焦气 它相对于我们葵花籽油来讲的话 它更不耐高温 然后你刚才炒的这个时间还比较长 用的油也不少 可能闻着挺香的 但是因为阿尔法亚麻酸 因为比较焦气 所以你一高温以后呢 真的是把它给破坏了 所以这里边的这个成分呢 其实是大打折扣的 大豆油更适合什么呢 比方说我们炖煮啊 可以稍微放点油 那你想炖煮的话 它的温度也就100度左右 所以温度降下来以后呢 能把它大豆油里边的这个阿尔法亚麻酸 能够更好限度的保存 所以大豆油虽然好啊 我们适合温度比较低的一些炖煮方法 会比较好 你这个时候如果红烧一个土豆 可能就这个时候少一点油 可能会比较好 但是我仍然被溢出来的香味 所深深的吸引 不是 而且我刚才坐在下面呢 听见那个切菜的声音 噔噔噔噔噔噔噔 其实我上来一看呢 有的挺细 有的挺粗的 对我淘汰吧 一样的对 对我淘汰吧 这盘蓝这个 凡是涉及加热的都错了 这个就是没有过过油的 橄榄油拌这个各种各样的蔬菜 这个我看到月月刚才很得意 因为她首先把这个橄榄油抢过来了 而且是很好品质的橄榄油 这些先机有没有 带了一些蔬菜 然后方法也比较简单 我来讲一下我的这个想法 首先这些蔬菜是我用手撕的 没有用刀切 如果刀切的话剁得很碎的话 水分没中度 全都在菜板上了 所以那个不好 手撕 手撕菜做大半菜是比较合适的 再有就是选择橄榄油 因为刚才李医生已经说了 橄榄油那么多的好处 少量橄榄油搭配点醋 来代替以前人们办沙拉用的沙拉酱 大大的降低了里面的脂肪和热量的这个数字 我老觉得这个橄榄油不能去煎炒烹炸 很焦气 所以就选了一个这样的办法 因为做的这款菜 其实懒人嘛是吧 也很简单 但确实比较健康 第一个呢 用的是橄榄油 对心血管的保护呀 对我们的胃 还有对一些胆道疾病 然后对一些抗氧化都非常的好 第二个呢 很多的蔬菜 我们每天的蔬菜大概要有一斤左右 对 然后这样的话能增加三次纤维 维生素 矿物质等等 菜搭配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月月在这儿有一个理念的错误 我就认为橄榄油好像我们只能凉拌 其实橄榄油啊 它也适合我们中国人的烹调方式的 真的可以吗 真的橄榄油 它真的是可以适合我们中国烹调方式的 真的吗 这个我选的是特级出炸的 嗯 你不信的话我们请为老朋友上来好不好 可以啊 谁啊 好邓江好大厨 来掌声有请 好大厨我们给您同志就看您的了 好嘞 许多人认为橄榄油只能做凉拌菜 因此虽然明知橄榄油具有独特的健康功效 也并不经常使用 可是您知道吗 橄榄油也可以进行煎炒烹炸 只要挑选合适的橄榄油 进行正确的烹饪操作 美味与健康就可以兼得 接下来大医生与资深厨师一起教给您 橄榄油烹炒煎炸的健康烹饪方法 在我们过去的这个印象里呢 好像这个橄榄油炸东西不太合适 因为它烟点比较低 到底它能不能带高温呢 我们有个烟点测试 这个烟点测试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它快冒烟的时候呢 你测一下它这个温度能达到多少度 好的 咱们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好我们看一下 现在郝老师已经把油倒下去了 我们看它冒烟的时候呢 你测一下温度 炸这么多油啊 咱们因为这个需要去炸 严格的说啊 这个橄榄油是可以加热的 但是前提是 一定是初炸橄榄油 对 而且是 而且是特级初炸的橄榄油 这个耐热温度会比较好一些 好像还不行啊 是不是等到快冒烟我在升 对 等到快冒烟的时候 你升进去 那咱们炸东西呢 一般这个温度啊 一定得控制合适 长时间加热的话 不管是橄榄油 还是咱们普通的食用油 它都会产生一些不好的这个物质 所以咱们在这个加热过程当中 要把这个食材也灵活地调整一下 明白明白 比如说咱把食材切薄一点 是吧 块儿改小一点 它很好收 这样缩短它的加热时间 王凯现在有多少度了 140多度了 140多度 它还没有冒烟呢 今天啊咱们要做一个茄汁礼 我这儿用了一个全蛋糊 这个全蛋糊非常简单 只是一个鸡蛋加上淀粉 那鸡蛋和淀粉的比例呢 是1比4的比例 就可以了 炸出色泽金黄的这个食物来 现在基本180度了现在 180度的话 其实现在就可以油炸一些东西 是没有问题的 那在这肉里边呢 把这个蛋糊调进去 那其实加这个蛋糊的目的是什么呀 就是为了保护这个食物本身的营养 不流失 另外一个呢 就是防止它吸入过多多 所以相当于给肉穿了一层保护衣 现在多少度了 现在194195 我觉得有点腌了感觉 有点腌 这个腌点好像在200度左右 200度左右 好嘞 那这会儿呢 咱们就可以把这温度 给它降低下来 要小一点 让它有一个保温的状态就可以了 那你看所有的食材现在随着油温慢慢升高 嗯 基本上已经完全成熟了 嗯 那这会儿就可以给它捞出来 那所有的这些配料啊 嗯 一些蔬菜 可以怎么样 直接放在这个漏勺里边 用这个温油 一烫就行了 对 去浇烫一下 所以王凯 你说这个橄榄油在你印象中是不适合高温的 那你刚才看它的腌点能达到200度左右 200度左右 是吧 我们180度左右就可以油炸一些东西 而且刚才郝老师呢 它油炸的第一个温度 它是降了下来才炸 第二 它的时间短 还有它把这个肉呢切得非常小块 容易成熟 对 我看刚才好像也就178的样子 嗯 一成油温是30度 30度 那一般炸东西的话 基本上控制在六成油温就可以了 嗯 刚才说的啊这个橄榄油 那挑选橄榄油呢 这里边也有一定的技巧 嗯 这个橄榄油上面啊 你可以看到这 它有13位的调星码 嗯 那前三位呢 就代表着这个橄榄油的产地 嗯 841 嗯 841呢实际上它就是代表着是西班牙 西班牙 产的 不同的耗段代表着不同的产地 嗯 橄榄油在西班牙就是沿海地区 地中海地区 地中海地区 产地是比较多的 品质也是比较好的 那另外呢 橄榄油如果是平床的话 你会发现它在8度左右的时候很浑浊 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嗯 如果随着温度再次降低 它就会凝固 嗯 都是正常的 这都是正常的 下面呢 调一个糖醋汁 嗯 这是蒜吗 哎 姜和蒜 姜和蒜 把姜蒜给它炒香 你看刚才这里边呢 留了一些 留了一点底油就可以 这是番茄酱吗 番茄酱 啊 哎 番茄酱加进来之后 嗯 那这味道就已经出来了 嗯 番茄酱加入之后 这会儿这里边就要加入白糖 糖醋里面是吧 对 糖醋口味的 然后是白醋 糖醋口啊 一定是这个糖醋的比例 要灵活掌握 嗯 这边再加上少许的食盐 一个底口 少加一点清水 你可以这会儿看到这个酱汁慢慢的什么样 变浓 嗯 嗯 好了 所有的原料下锅 看这是用橄榄油炸的糖醋里面 好 关火 黄凯你看 我们橄榄油也是可以炒菜的 橄榄油完全是可以炸 前提是一定是初炸橄榄油 明白了 嗯 那么这样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甜汁里面就做成了 月月和李一生赶紧上来吧 李一生快来 来月月最积极了 炒得最快了 因为你是多久没吃饭 我们是来评选的吧 我们就是 你们可以唱 你们是来品尝的 我们就是来吃的 我们是来鉴定的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吃肉的时候呢 给大家再配点果汁好不好 也就别换果汁了 咱们就先吃肉 来吧来吧 德老师现在在给大家分油 而不是分酒 我分的真是果汁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这个是橄榄油果 从那个新鲜的橄榄油果 直接的物理炸出来的 也算是一种特殊的果汁了 吃着这个肉 喝着果汁 然后尝尝一下什么感觉 还真挂杯 你真挂杯吧 好稠啊 我们喝的时候是有讲究的 第一个你看量不是很多 我们说的这果汁 打引号的果汁 确实是橄榄油 对 喝的时候有什么作用呢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秋天了 我们有的时候嗓子会比较干痒 是吧 橄榄油的油脂 也会有丰富的维生素液 它相当于如果是 我们有时候皮肤干燥 抹点油的话 觉得比较舒服 那如果是我们这个时候 嗓子觉得比较干燥 就会觉得痒 咳嗽 那这个时候喝的话 怎么喝呢 大家跟我学一下 那我们喝的时候 是慢慢把这个油倒进去 先别着急往下咽 然后慢慢慢慢的往下咽 就让这个油脂啊 尽量通过自己的食道的时间 比较长 相当于给自己的食道呢 涂上了呼呼油 让它比较润一点 你们喝一颗看看口感怎么样 嗯 好酷啊 嗯 真不错啊 主主您先吃一个品尝完以后 我有一个问题啊 问您啊 烤大厨真太好吃了 我要再来一块 就像青椒的这么好吃 哎 主主您说刚才咱们这个 用了那么多油又炸 然后咱们又喝 咱们不是有规定吗 每日的这个食用油的一个上限 是30克 对 咱们这么做不会超量吧 是要控制的 刚才我们有这个油 那我可能晚上我就吃些拌菜 比较清淡 确实一天的油呢 量是不应该多 但是呢 我们刚才讲的 橄榄油炒菜的话 它有些特性 橄榄油和别的油 同样的油 你就感觉觉得 橄榄油怎么显得那么多呢 是吧 郝老老师 我们做菜的时候 不一定量多的橄榄油 你觉得它非常多 要不然我们做个实验看 做个实验看一看吧 好 再吃一个 那你们做实验吧 我在这帮你们看着这盘菜 嗯 你看 我们肯定是那个颜色 这个生的话 它应该是橄榄油 因为橄榄油 它之所以橄榄油里边 有一些橄榄酸 有一些叶绿素等等 所以有这个颜色 好 我们把它加热以后 看看哪一个盆长的多 就是显得多了 好吧 好的 嗯 你拿一个我拿一个 嗯 有 现在的感觉有点烫手了 是吧 然后我们是一样多的油 对 我们现在来比一比 看哪个感觉多了 好不好 好的 来 离一声 小心烫 确实是 我这个橄榄油呢 显得比这个左转的 这普通的油 显得多一些 多一些 所以这个橄榄油 它有膨胀 是吧 如果是同样能量的话 它可以比普通的油 少用三分之一 又可以炒出 同样感觉 这个油量的菜 所以你不会觉得 这个菜很寡淡 我的油怎么这么少 这么没有味呢 所以橄榄油 它有膨胀的功效 你不用太多 也会让你炒出好吃的菜 谢谢两位做实验 谢谢 谢谢刘老师 谢谢李医生 也就是说啊 白话说就是 橄榄油比较出术 橄榄油的作用很大 种类也很多 市面上的橄榄油 最好的要数 特级出炸橄榄油了 那么我们要如何挑选和鉴别 特级出炸橄榄油呢 首先可以通过橄榄油的外包装 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 在橄榄油的包装上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 13位数字的调形码 这个调形码的前三位 就代表了橄榄油的产地 一般800到839是产自意大利的橄榄油 840到849是产自西班牙的橄榄油 而产自中国的橄榄油 调形码的前三位是690到699 除了调形码以外 还可以看生产日期 尤其是橄榄果实的年份 不炸油要标示有橄榄果实的年份 果实的年份越近说明越新鲜 其次就是要看橄榄油的外观 橄榄油油体透亮 颜色一般是金黄透绿色 色泽越深的橄榄油 品质相对较差 第三是肠味道 特级初榨橄榄油 口感爽滑 有淡淡的苦味及辛辣味 一般品尝的时候先出现苦味 辣味感觉比较滞厚 特级初榨橄榄油不仅可以凉拌 还适用各种烹饪方式 接下来大医生重磅推出橄榄油的最强搭档 请好大厨用保护心脑血管的橄榄油 加上具有稳定血压作用的鸡肉和辣椒 制作一款既健康又美味的双料护心菜 咱们要再做 但也许检查了 优賊冠物榄油 但是要再做 赞请好大厨撒 简陌で 丢后来 家伞提供日企业 一定也不在乎 大厨用保护心菜 都不在乎 不在乎 大厨用保护心菜 我都不在买 农用保护心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般市场也有卖的 瓶装的都有 喜欢自己调制的话 咱们在家里边也可以自己操作 新鲜的辣椒 买回来一定给它洗干净 把它所有的水分蘸干 顶刀切碎 放在一个密封的罐子里面 里面放上蒜 放上白酒 放一些白糖 拌匀密封 三到五天 您就可以得到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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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是感应的离生 这就是靠气场 你知道吗 真的是这样吗 全靠人为感应 懂吗 就一靠近它 很帅 然后就自己打开 我喜欢这个 下一个王凯去 如果不开就它不帅 OK 下一个四个王凯去 不要这么比 来看一下 这个跟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 展示的油有区别 这个油明显是颜色深一些 而且要注意看 它装在一个透明的 气敏当中 所以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我们来请左老师解释一下 这个植物油一看呢 就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脂肪最害怕的 就是酸败 就脂肪腐败变质了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 经常会说些土话 就哈辣了 那有的时候 可能颜色没变得这么深 但实际上已经变质的话 很多家庭还在用 对 所以这种油的话 它是危害我们健康的 第一个没有营养 第二个对健康 是大打折扣的 一看这个油变深的话 确实要引起重视 所以一般的油的话 我们要看它的保质期 很多的上面可能会写的 18个月 24个月 等等 但是这是指在一定温度 然后同时是完全 密封的情况下 但我们要知道 我们油一打开 对 然后尤其密封不严的情况下 对 其实它是没有 那么强的保质期 它就跟空气接着 就开始氧化了 对 所以这个油一打开的话 我们说有的时候 尽量早点用完 尤其是有的时候 我们不可能一大桶 一大桶地倒 像我们家的话 我可能就把它倒在 一个小的油壶 或者小油片里 而且一定是深色的 对 深色的 然后不是像这种透明的 因为它怕光 是吧 怕高温 怕潮湿 这样的话 特别容易发生酸败 尽量一周之内 把它用完 就尽量把它用完 是 把它分装 成小的包装 没错 避免反复地开这个盖 对 我这有好方法 比如说这个油 已经打开了 怎么办呢 就把这个保鲜袋 隔壁王大爷经常这么做 隔壁王大爷 是吧 李叔叔 好 然后我明白了 再把它 再把它一拧上 你看 你弄得很好 其实王凯教这个办法挺好的 这样确实可以很好的隔绝空气 就是防止它的氧化 其实呢 我也有好办法 这个油它氧化 我加一些抗氧化剂就可以了 我知道了 是什么 维生素E 维生素E 我们有的时候 家里可能没有这么高大上 我可能会用家里现成的一些东西 可能就是厨房里一些 很简单 也很常见的一些调味料 比方说什么呢 我们一些丁香 丢到油里面 或者花椒 直接丢到油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丁香里面 一些存类分类 加上我们一些桂皮的衍生物 还有一些花椒的一些总化酮 它都是抗氧化剂 我们无效多 就选择其中的一种就行 丢进去几粒 它可以延长这个油的保质期 但是呢 并不是说延长很长时间 我们还是建议 打开的油尽量使用完 而且呢 一般来说 我们很多的油 我建议尽量在一年之内把它用完 就是要不然就丢点什么丁香啊 灰皮 花椒 都可以 然后再用王凯医生这个方法 再用这个塑料袋套上 再拧好 然后再放到避光的地方 对 一定是阴凉 干燥 通风 不要放在高温 然后又光燥 然后潮湿的地方 特容易酸败 很多人都放在那个灶台后面 火旁边那些 千万不要这么做 对 好 王凯医生 考验你是不是 多么帅气的时候到了 看看第二帕是什么 对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如果你站到跟前还不开 遥控器在旁边啊 来 好 我们看一下这第二个 还是要靠遥控器打开 来看看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温度计 哦 要测油温的 是不是 是说什么呢 是这个油啊 它爬高温 因为高温以后呢 第一个我们说 它里边的一些 必须脂肪酸会损失 然后第二个呢 它是一些不饱和脂肪酸 会氧化 一些氧化物 会阻止营养物质的吸收 再一个如果是高温 长时间的高温的话 我们特别害怕产生的是一些杂环氨 这些杂环氨是个致癌物 所以我们是特别害怕高温 所以油的话 尽量是低温用 是比较好的 第三个我去试一下啊 看看月月的人品怎么样 打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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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麻芝麻开门吧 不开门 哎 一下还不开 我也是靠遥控器 只有李医生魅力不够大 来 进入给大家展示的 就是一个相对小包装的油瓶 那我们发现什么意思了 就是 一开始我们经常开玩笑 说大家买什么样的油 买买一增一的 买买一大增四小的 就是要告诉大家 我们在买油的时候 真的不要一次性买太多 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油呢 还不是月月完全理解那个意思 就是说我们油啊 不能只选一种油 就是这个油就像人一样 没有实权实美的 不要太单一 对 我们刚才讲了很多油 各有它的优缺点 所以油呢 我们经常变化着花样吃 如果你有条件的话 比方说一些对我们心脑 血管比较好的油 你可以多选一点 但是呢 也不能单独吃一种油 好的油 我们记得每天的用量 是25到30克 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帮助的 所以你把这个三帕 搞清楚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让油健康的 到我们的碗里来 好吧 那所有的总结去哪里找呢 如何健康的食用油呢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 我是大医生 微信公众账号 里面有所有关于食用油 你需要了解的知识 再次感谢一下 左主任享受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